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受到了各国媒体的持续关注 意大利安沙社22号发表题为马塔雷拉中意合作得到巩固的报道 报道称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 习近平主席对意大利的国事访问正在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 习主席访问期间将签署的贸易协议将使意大利同中国的合作得到巩固 古巴拉美社22号发表了题为 意大利和中国高度赞扬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的报道 报道称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并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的互惠互利关系 日本每日新闻网站22号报道说 习主席访问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 将表明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态度 谋求扩大与欧洲的合作 中国与意大利曾经因一带一路的前身 古丝绸之路而共享繁荣 中国也在强调这一历史意义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也关注了习主席对意大利进行的国事访问 报道援引习主席的话说 中意建交49年来 两国关系经受住时间和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双方秉承互尊互信互利共赢原则 不断推进中意友好和合作 成为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 发展阶段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典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